百年时尚新,千年翡翠琴,买A货翡翠,将微信1177-6270,计赏期内免费退换,让您花最少的钱,带最好的翡翠。 2003年2月24日10点左右,新疆巴蜀县,熊库恰克县,土格曼北西村的党支部书记,达物体,阿西木正打算召集全村开会。 谁知他刚出门,八出现,就发生了6.8级地震,阿西木急忙往家中跑去,但他看见的却是房屋全部倒塌的景象,他一时间找不到自家的房子,最后还是通过烟囱勉强辨认出来。 阿西木不到废墟中使劲挖掘,挖出来的却是妻子和二儿媳的尸体,此时又有村民先来通知他,说他大儿子一家也被埋在了倒塌的房屋中。 大儿子,大儿媳,孙子三人,全部遇难了。 阿西木眼前一黑,感觉到巨大的悲痛正在侵蚀着自己,但他抬头看着满目疮痍的村庄,又将悲痛强行压住。 他简单埋葬了五位至亲,随后就跟村民们一起开始救人,他们冒着余震的危险,挨家挨户搜寻幸存者,在不便是用工具的情况下,甚至徒手挖掘。 正后仅四个小时,阿西木就带着大家将被掩埋的幸存者都救了出来。 之后,他又积极配合政府,开始了灾后重建工作。 正后不久,阿西木听说,部分村民对救援物资的分配有意见,就立刻组织群村会议。 会上,阿西木满怀见久地给村民道歉。 他说,因为自家也遭了大灾,没能顾得上村民,非常对不起大家。 村民们这才想起,阿西木在这次体检中失去了五位亲人,顿时会以全场哭声一片,而他的事迹也感动了全中国。 2011年3月24日,河南省一个普通的农村老人卢文焕因病去世。 他去世时,没有给子女留下任何遗产,只留下了一张六十年前的奖状。 但这张奖状的出现,却揭开了一个埋藏多年的秘密,甚至惊动了当地政府。 他是谁?这张奖状到底有何来列? 感兴趣的